空間中有三條直線X軸、γ、γ、爛打 另外有四個點 A點坐標000 B點坐標040 C點坐標009 珠點坐標ABC 其中AB線段垂直直線γ與B點 AC線段垂直直線爛打於C點 直線γ跟直線爛打相較於珠點 所以若A珠線段長等於2024 則珠點到X軸的距離為多少 首先我們先從AB線段垂直直線爛打於B點 我們可以知道說AB線段其實它會在Y軸上 所以直線要通過B點 然後要跟AB線段垂直 所以這條直線它其實會落在過B點 然後跟Y軸垂直的這個平面上 好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直線γ會落在的平面方程式 好 從B點坐標040 你可以知道所求的平面是Y等於40 好 那類似的討論方式 AC線段垂直直線爛打於C點 好 那所以EC線段在Z軸上 所以過C點 然後跟Z軸垂直的直線 那它就會落在過C點 那跟Z軸垂直的這個平面上 好 那從C點坐標 我們可以知道所在的這個平面 它會是Z等於9 好 那題目說的兩直線相較於珠點 那那個珠點就會在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兩個平面的交線上 好 其實就是在圖中的這一條直線上 好 我們另一條直線叫ω 那這個ω就是剛剛的兩個平面的交線 所以ω的方程式 可以表示成是Y等於40 還有Z等於9的電力 那接著 題目要問的是 珠點到X軸距離 好 所以在圖中其實同學會發現到說 珠點到X軸距離 跟我們在YZ平面上面 好 然後在直線ω的這個點坐標 跟A點的距離 好 其實他們會是一樣的 好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畫的這個圖形 它其實會是一個平面式邊形的關係 好 所以這題題目比定的A軸線段長 其實它沒有什麼實際的效用 它可以用來找珠點屬在位置 好 但是如果題目問的是珠點到X軸距離 那其實我們可以計算這一段的長度就好 那這段的長度的話 我們可以利用AC線段的長度平方 加上AB線段的長度平方 才更好 就可以得到答案 好 所以計算之後可以得到答案是41 想要獲得更多升學相關的資訊 歡迎掃描旁邊的QR Code 或者是點擊下方資訊欄的連結 加入龍騰高中生 教練會提供你最及時的幫助 我們龍騰高中生見